李浩基就是燃料方磚田勤的整個勤單 那這兩個人也不一樣 因為剛剛副長您提到的說 這個試運轉報告其實現在187 包括那個系統執行的128項 以及那個程序輸187項 這個如果現階段排電繼續送到原位來審查 把它審完的這些部分在未來洗頭的時候 還會再重新審查還是沒有 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 所以剛才區長是一樣 你怎麼去解釋這個問題 我這樣子有一個說明 因為其實這些報告 他們的排電會在10月的時候就送進來 所以我們其實在那時候就已經進入了什麼 所以我們其實是把這個選擇進去 把它繼續走完 大家其實關鍵的是說 試著起風的時候 這邊都走完了 所以起風車都不在 不是這樣子 起風的時候 我們會是起風車的狀況 會重新解討這一塊 如果該有必要 重新去地區測試的時候 我們會再熱情回去做要求 我剛剛就說明說 等到起風車 才可以重新跟我們提到 就像風車他要提一個風車的計畫 起風他要提一個請風的計畫 那這部分在國外其實已經有提了十幾年之後 重新起來的經驗 那這部分我們都會盡情收集國外的資訊 所以這部分你們有 這邊一直有顧慮到說 甚至這邊審完的就表示 這個設備做已經擺到幕後 雖然這個期間台幣公司他現在是 會依照他的風車計畫 繼續製作他的維護管理 可是管制單位而言 我們一定會按照當選的一個計畫 去決定說他的這個 起風計畫夠不夠完整 那哪些項目 我們會在足以的去檢討 所以因為有些項目 會施力擔任之後 會要再重新做測試 謝謝 我為什麼要請到這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剛剛有提到 原本會有做這個 封存的整個計畫 來審查的時間表 開過幾次審查會 那 因為我昨天晚上其實就是大晚上去查 審查會的資料 包括這些邀請的這些審查委員 提供我們一件 那很可惜我沒找到 有可能是有放上網 我沒找到 但有可能是這些資料 其實的確沒有封開 所以我現在也是想建議就是說 原本會應該把 這些審查過程的一些專家學者 提出的一些重要的一些 最好是規記錄的全部啊 我覺得應該公開 因為很多人都搞不清楚 什麼是封存 包括像市長剛剛講的 但我覺得也講得很清楚 可是裡面我還是有很多疑問 就是事情的話 我們到時候會網 這東西好像應該有個 比較清楚的程序 而不是說 反正到了啟封那個時候 我們知道會有一套規定 說不定這個東西 已經在整個這個審查會的過程 其實都討論 可是我是想要確定一下 這些資料 如果應該公開 讓關心的人可以去查 包括台電的這個封存的計畫 以及審查 或者裡面提出了哪些問題 台電怎麼回答 我覺得這些問題應該 你並沒有辦法了解 而且這東西我覺得是 因為剛剛主區長講的很多用分 因為現在很多人都覺得 封存跟物質幾乎完全一樣 那今天也集了說 將近80次維持 這樣的狀況 但是也有一個講法 就是說現在可是 幾乎完全一樣 可是預算名稱已經從建廠 改成叫封存 其實裡面就沒有一樣 所以這裡面 還有我說不到 本來是等一下下個集團再講 我也先跟大家提一下 就是說 其實有一些鄉親的朋友 在講說 他們還看到這一陣子 本來 核子堂裡面 做多了一些工程 有些工人要進來 那這也是區長剛剛講說 到底現在這些 可能因為有一些工程 是叫做 定期的維武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些資訊 其實是 真的是 如果不夠清楚的話 外面其實是搞不懂 在裡面 包括執行單位 跟管制單位 所以我們在這個密集裡面 到底在做 很重要 謝謝 好 請 好 請 來 簡單的 文藝 賴委員 在提到說 我們是不是在封存的時候 去討論同期 那我要說明 封存的審討 我們請針對他主的封存計畫 那至於委員 所關切說 那同期是等到他 提出正請總裁來處理 其實我們在訂定那個導折的時候 我們就有聽一個 停合格反應器設施 停工理工程師 重啟作業導折 所以我們事實上在原則的部分 已經放在我們導折裡面了 所以原則的這些要求都已經放在了 如果將來真的面臨它要全力的時候 這些原則才能夠尊重 肯定公司要不要補充 不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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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大家 在討論的是 目前公主是不是在進行工程 根據正常做法基本上分成 財務勞務還有工程 所謂工程就是你要改變整個 地面地貌 有這個建築物的變革 所以目前我們都是做那些什麼 原來的袖石 塗裝這些 或是把機械上游 這個都屬於勞務 不知是叫工程 是說我們這邊讓我們 站著RDC的更新鮮 建廠對勞務 建廠沒有勞務 建廠沒有勞務 不能上建廠沒有勞務 對 新潔要不要算勞務 不是 就是說技術功能 在各個電廠都是財務 所以它是提供工程 譬如是來改變我們建築物 增加一個建築物 或是一個外面環境 是這樣的機器不能 所以目前 這樣都是跟國外一樣 都是在做 維護的一個合法 那國外 那個也能為了那個 就是說 封存的一個管制 讓我們就是要提到的 那這邊 那有講 規定可能是 會慢慢陸續在網路會公佈 那裏面像 剛才賴委員有特別提到的 事實上是 我們裏面 就在封存間 我們可能會做哪一些哪一些 這樣子我們有陸續 報名 或是哪會這樣 好 謝謝 謝謝 這邊的說明 剛才那個賴委員 賴理事長 所提的這個題目 我覺得是非常好的一個題目 事實上 我比較不會不偏向基礎 去討論這個意義 就真的今天的封存 封存這兩個字啊 真的把我們這個塊都搞糊塗了 所以知道我 這是什麼 但是對台電公司的立場來講 很簡單 我就是像小學生的腳踏車一樣 過了一個暑假啦 小朋友騎得很高興 大學生要回去上學了以後 媽媽告訴他 你就把那個腳踏車聞我好 我得下一頓塊 我會不跟你買 小學生就不見了 生鏡的地方就把他塗一下油 台電公司的這個 這邊的動作很簡單 他就是個維護動作 但是呢 他如果什麼都不做的話 那社會真的會交連的 重點是在哪裡呢 重點是他工廠沒有忘情推啦 這才是真正的重點 真的重點呢 早上我進門了 因為我們已經有一陣子沒有來 我一進門看到 我幾乎很輕啊 那真是呢 有一首詩歌叫做什麼 就是王界唐清燕啊 非日行常百姓家 這才是真正我們今天 辦事的辦事就是問題 當然啦 從整個社會的辦事 都把他殺了就算了吧 可是對台電公司的立場啊 他這是一個國家的資產 他也要把他回復得好 這是他的責任 起不起動呢 幾年以後起就起風 Normally No 也許明年起風啦 也許十年後起風啦 也許十五年後起風啦 對他們來講是一個 每一分每一秒是一個折騰啊 那現在呢 反正弄進重量子 這是沒必到很慘的問題啦 但是呢 風吹這兩個字真的是被忽悠了 風吹其實就是維護保養 把它做得好就對了 沒有什麼其他任務 要不要起用 那是國家未來的政策 國家任務是哪一天呢 當作起風啦 要起用了前戲 然後呢台電說 糟糕 我設計剛剛壞掉了 我都沒有把它風吹好 都沒有把它維護好 那那個財設 台設不是該打屁股的 好不好 就這樣我簡單就問到這裡 呃 底下還有 我剛剛講的一個是沒有主意 就是那個原能會的那個審查 唯一的資料 對 之前在市場 那個這部分比較 先了解了解了 那個就請那個張書養 你了解一下好不好 但基本上我給你一個答案的 是這樣的 風吹是吧 日本從武打完了以後 他的將近五十部的活動基礎 通通停擺 停擺了多久了 2011年 是不是 2011年啊 311以後 311號 日本的將近五十部基礎 通通停 停到今天已經幾年了 已經設斷了 三年幾天他在幹什麼 風吹 就是這個意思嘛 這風吹是中文民國 不是一個獨特的現象嘛 設備不能用 就是進入那個保養 維護保養 就這麼簡單的一個道理 結果大家把它打得非常複雜 會長那個 反正這些東西 這不是你的市場 那個 不好意思 好 區長給你 我想 我想那個主席剛剛也解釋風吹 其實在地方你感受 風吹你一個腳踏板 我就不喜歡擺在那邊 因為那些東西影響過空 影響過程這樣 那裡面如果說又是又抽了張 比如說 合一合作 合作剩下的那個 國務社在那邊 如果想風吹 我覺得又抽了張 你擺在那裡 我就不喜歡 對當地就是有影響 我想這部分是要被檢討 好被討論 為什麼我一直想要 對當地是不是有影響 有影響 擺在那邊還是有影響 所以你們必須要思考說 怎麼樣對當地有一個補償 跟機制要做出來 我一直強調在這裡 好 我跟同學在這裡 好 另外剛剛有提到那個 總體檢的強化事項裡面的一個 須繁理的一項資料 我想說會有多數 所以都要提供一下一些 好 謝謝 反正這部專長 王餐長也提過了 剛剛很有主意的地方 就進去過關 那到時候不行了吧 反正我們現在這個議題 留在追蹤嘛 也沒有解釋 好吧 OK 下面一個議題 OK 下面一個議題 是不是 榮文